遭遇新一輪禁令的這118款中國手機軟體 包括騰訊旗下的手機遊戲《絕地求生》 淘寶、致富寶、百度、優酷視頻、企業微信 微信閱讀和新浪新聞流行應用程序等 印度信息與科技部發表聲明表示 這118款應用程序未經授權 就隱密收集和泄露用戶的個人數據 不但危害到國家安全和公共秩序 更威脅到印度的主權與完整 這已經是印度對中國手機軟體發出的第三波禁令 今年6月29日和7月27日 印度先後禁用了包括海外版抖音、TikTok 和微信在內的106款中國手機軟體 而第三輪禁令與第一輪禁令 都發生在中共軍隊和印度士兵 在喜馬拉雅山邊界地區發生致命衝突之後 根據法新社據新消息 在雙方8月29日的衝突中 至少一名西藏裔印度士兵喪生 但至今為止 雙方都沒有正式公布傷亡數字 新唐人記者喬安綜合報導